张博之不透露第三子生负,第三子为何姓谢,与谢霆锋有何关系? 哈喽,各位小伙伴你们好,欢迎小伙伴阅读小编的文章,原创不易,如果各位小伙伴喜欢的话,就麻烦动动手指点下赞吧,听说给小编点赞的小伙伴都已经升值加薪,走上人生巅峰了哦! 由于陈关希早先的丑闻,张柏芝多年来一直受到批评,以至于在与谢霆锋离婚后不敢再产生新的感情。 她一再表示,她会让她的两个儿子度过余生,只专注于做一个好母亲。 现在第二个春天来临了,很多粉丝都为张柏芝感到高兴。 然而,三个孩子出生后,张柏芝的新男友的身份一直是个迷。 她声音很紧,当被问到时,她的亲朋好友都很亲密。 显然,她不想让外人打扰到今天张柏芝的幸福生活。 张柏芝重新获得了爱,变得更加自信和美丽,重新打开了她的社交账户,经常与网友交流,分享她的好心情。 然而,有传言称,她的三个胎儿是谢霆锋的骨肉,他们的旧友谊又重新恢复了。 不久前,谢霆锋终于不能忍受这些谣言。 她发了一封私人信件来澄清她目前的感情非常稳定。 只是Lucas以及Quintus的爸爸。 同时,她也希望这些谣言不会再被发酵,这会给张柏芝带来麻烦。 在新年的第一天,躲了几天的张柏芝晒了一段视频,向网友致以良好的祝愿。 她产后害怕发胖,所以她现在正在尽力恢复身材。 这些天,张柏芝不实地自我陶醉。 每次她出现在镜头里,都会露出甜意美的笑容。她和男朋友的新生活一定会很幸福的。 她的话也暴露了情感的现状。 。 众所周知,张柏芝离婚后一直在努力照顾自己的两个儿子,为了养家糊口,她必须努力工作。 。 现在她终于有了新的依赖。 我希望她不要那么累,以后继续快乐。 。 好了,以上就是本篇文章的所有内容,正所谓大千世界,无奇不有。 虽然见多是广的看官老爷们已经见怪不怪了,但是各位看完之后有什么想法呢? 欢迎关注、点赞、评论、分享。 小编看到之后会积极跟大家互动,在接载力,奉上热文,祝广大网友顺心如意,好运连连。 。 以上文章内容完全属于原创、禁止搬运、抄袭必究。 。 图片来源与网络,如有侵权请积极联系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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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